大早安 这间国际聚焦日本石川伦敦地区 在台湾时间昨天下午3点06分 先是发生规模5点7的强震 随后3点10分再发生瑞士规模7点6 深度仅10公里的极浅层强震 那么日本气象厅他们将这起地震 是命名为令和6年伦敦半岛地震 其后这个余震不断 日本的内阁官方转官林芳正 他事后也召开了记者会 他表示目前已经确认有多栋房屋都已经倒塌 而且有6人遭到活埋 那么在事发当下 画面中可以看到民众也拍下强震发生的一个当下 石川县的金泽车站当时情况 列车的告示牌是剧烈的摇晃 很多民众甚至可以看到 他们是吓得躲在这个柱子旁边来避难 而且车站也大厅呢 也因为强震水管被震裂 屋顶漏水导致车站淹水的一个情况 那么地震发生之后呢 日本就宣布北陆新干县自 长野站自金泽站全面的停驶 那么这一起极浅层的强震 这也导致日本各地是震度非常强烈 包括了新瀉长岗 富山北海道九州等地 都可以感受到剧烈的摇晃 那么这也引起外媒的高度关注 包括了CNN今天一早的头条新闻 也针对日本的强震做出相关报道 那么可以看到呢 各地受灾的画面 目前已经陆续的在网路上疯传 新安岗的画面可以看到 整个办公室的物品呢 都在地震当下是剧烈摇晃 而且呢是长达一分钟之久 那么轮岛市的木造平坊 也在地震中垮塌严重 甚至呢是有屋顶是直接的压下来 沿海地区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 甚至是有一整排的民宅 都已经陷入火害 那么刚刚提到呢 金泽市的灾情是非常严重 就有民众拍下地震之后 金泽市他们的住家附近 房屋是全部都已经倒塌 柏油路呢甚至是被震得四分五裂 汽车因此掉到了斜坡之下 画面是非常惊悚 那么画面上可以看到 柏油路是被强阵震成了好几段 房子也是硬伸倒塌 画面是宛如灾难电影里面的场景 那么民众看到家里被震碎之后 这个景象呢简直是不可置信 那么日本气象厅呢 刚提到他们也警告民众 接下来一个礼拜 很有可能会再发生七级的地震 尤其呢是未来两到三天 忽悠日本民众要随时保持警戒 那么由于昨天呢是1月1号新年的第一天 很多民众呢他们都会到神社来祈求 一整年度的一个平安 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还在排队 就遇到了7.6的强阵 不仅神社的石灯笼 是因为地震可以看到是剧烈的摇晃 民众更拍到呢他们在第二波的震度当中 石灯笼是直接的倒塌 民众他们是直接的推软 吓到座坛在地 根本就没有力气可以逃跑 那么除了石灯笼野外 神社建筑我刚刚可以听到呢 那个木头也是吱吱作响 让现场的民众根本就不知所措 不知道到底该不该逃 那么另外根据报道 石灯笼的重量基本都是百经起跳 所以呢如果地震摇晃杂到人后果是不堪设想 索性刚刚的影片中并没有人因此受伤 那么这起全日本都有感的强阵呢 气象局当下也是立刻了 立刻发布了海警警报 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日本发生强阵镜头狂晃 震到一半竟然还拍到运方移动房子 直接被震倒滚滚农野猛寸 常常在货品剧烈摇晃 货架整个晃到失控位移 瓶瓶罐罐砸满地 新干线车站也一片恐慌 月台上显示时刻的指示牌猛力狂晃 仿佛整个月台都在震动 最后甚至晃到故障 瞬间一片黑暗 还有民众到神社堪拜 目睹神门左摇右晃 全部的人撒得动也不感动 停车场车子也随着力动天摇 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 新年第一天一月一号 台湾时间小五三点零六分 发生规模五点七地震 最后短短四分钟后 又再度发生规模七点六强震 最大震度高达七 短短一小时内就连续发生十五起地震 目前石川县已经传出多起房屋倒塌 还有马路列出一条长长裂缝 地面整个被震到拱起 轮岛市还发生火警 烈焰冲天 推测可能是天然气泄漏 引发火灾 日本当局更立即发布海啸警报 女主播直播到一半 严肃大喊要大家立刻逃跑 不要耽搁 日本气象厅紧急发布海啸警报 包括石川县轮岛市等地 已经观测到四十公分 到一百二十公分的海啸 地震强烈摇晃 几乎涵盖大半个日本 就连东京也感受到明显摇晃 东京迪士尼旅客全部停止玩乐 蹲坐原地避难 JR东日本公司宣布 三条新干线停驶 目前暂时没有传输 何能异常报告 记者综合报道 好新的一年呢 希望各地都平安 天佑日本 那么因为昨天呢 下午在石川发生了规模7.6的强震 部分地区甚至都发布了海啸警报 而目前新系机场也是暂时关闭的 不少台湾的旅客都受到了影响 虎航一架载着156名旅客的班机呢 从桃园机场起飞之后 昨天晚间是直接折返回台 连续日本旅客心急如焚 一号下午在日本石川县 发生规模7.6地震 部分地区发布海啸警报 临海的新系机场也暂时关闭 途中他就说要返回台北 所以地震也没办法 大地震可能有海啸会发生 所以飞机不敢下去 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说平安就好了 就要请四天就回去认真上班吧 行程泡汤旅客脸上挂满无奈 虎航一架班机 再折156名旅客 一号晚间6点25分 折返桃园机场 长城发生当下天摇地动 当地店内商品全被摇落 不少台湾旅客也滞留在日本 探行共四团受影响 其中两团一号计划搭机赴日 现野原机折返 另外两团共60人原定一号返台 目前则滞留在新系机场 东南旅游共四团在北路中部地区 三团在明古屋 一团已经前往长野县 雄师则有八团还在日本中部 可乐共五团147人还留在当地 但所有台人均安 外交部也承诺给予协助 以联系辖区内各侨团及留学生组织 尚未听闻有受灾状况 日本发生强震 台湾不遗余力 屏东县长周春敏下令 搜救队也已纷纷开始整备 随时出动救援 只求灾害降到最小 记者王志文 陈明轩综合报道 太阳心全校客废 客废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队长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safety 你 word 你 MI致有领忍 订阅 我一本都听上fu 我一本都听上出了 你会想要好好对 我一本都听上台 有领忍 你mesi的收缩 困扣 你没有什么困扣